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国经济快报 我是李磊 最近知识产权可以说是左右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 韩国电力举办了发明专利大赛 各种节约电力消费的创新发明齐聚一堂 请看现场传回的报道 每当火力发电站排放出二氧化碳固体吸收剂就会捕捉这些二氧化碳 这就是用国内固有技术开发出的高强度干湿可再生二氧化碳吸收剂 由于该下发明使用的是环保型原材料不会产生腐蚀 与现有产品相比还能大大减少安装费用 这是一部在没有更多搭乘空间时省略不必要的停层过程的电梯 由于只在可以搭乘时才停下来 不仅为搭乘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还减少了电力浪费 本月12日第三届CAPCO发明专利大赛 在韩国电力公社总部拉开了帷幕 本次活动的宗旨是通过展示优秀专利发明 营造发明创造的气氛加强经营力量 韩国电力公社总经理金总联强调 最近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左右企业全球正争力的核心要素 我们应确保绿色技术的核心专利 感谢观看